各位朋友我們來看一下齁 就是現在目前我們已經 全部把灰塵撥開了 那現在目前我們是網路上說 塵蠻的大小大概跟頭髮的 大小差不多 活體的活體的 是活著的塵蠻 我個人覺得是不太可能還活著啦 因為 除蠻機它的那個拍打力量 其實看起來轉動那麼大 就算有塵蠻也是死掉了吧 有的話只剩下屍體 好那我們現在就放大看看 把那個手機的放大放到最大 如果有的話 它跟頭髮一樣大嘛 照理說應該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們看一下齁 頭髮很清楚囉 現在頭髮變得相當相當的清楚 目前 是沒有看到任何有活的東西在動啦 就只有頭髮 還有 很噁心的灰塵 那我們今天的測試就到這邊啦 是真的 沒有 看不到 有的話也死翹翹了啦 有了三個月的長頭髮 嘿咻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騎又跟各位見面啦 齁 有了三個月的長頭髮 終於把它剪短了齁 剪了個新髮型 齁清爽多了 耶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有關於塵蠻的部分的物品齁 那我們來看看 屁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的這個東西呢 也是屬於我們小米系列的產品齁 他是 小米德爾瑪 除蠻刷頭 他最主要可以跟我們的原本 那個小米的吸塵器做連結 可以直接連在我們的頭上面這樣子齁 那之前三騎啊有買了 小米德爾瑪他的無線手持吸塵器 BC20齁 那用起來都還蠻喜歡的 用到目前為止 覺得說他的功能也還蠻強大的 那 在打掃的部分也幫三騎了很多忙 真的是 相當好用的一個產品齁 那我們來看看 小米的BC20 這就是小米德爾瑪的BC20 吸塵器的頭齁 他的主體的部分 那基本上他的主體跟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除蠻刷頭啊 他就可以相容 在網路上他們是這樣講 就可以直接變成一個 無線手持除蠻吸塵器齁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接頭 接到我們之前的BC20上面去做串聯的部分齁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我們的 VC20的除蠻刷頭 我們來直接開箱看看吧 說明書 看一下好了齁 這次 汲取上市的經驗 我們還是看一下說明書齁 那我們來看看齁 就是 說明書 說明書上面沒有寫的一些部分齁 除蠻刷頭呢 山崎有做一些功課齁 一分鐘是3000轉 然後 他是電動滾刷 纖細的軟毛齁 他裡面有那個軟毛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軟毛齁 灰色的部分就是他的軟毛 在前面這邊齁 有灰色的這個 軟毛的部分 纖細軟毛 護傷之物 然後接下來 他的螺旋軟筋條 他的裡面橘色這一個 看一下 這個是軟筋條 他的材質其實有一點點像 看一下 塑膠的齁 他是塑膠的 軟筋條 他最主要是在邊刮邊拍 就是可以直接 清理我們的床墊啦 枕頭啦 沙發啦 那基本上你想要 打掃的部分都OK 這個就是他的軟筋條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軟毛 他的頭可以30度 他這個頭的部分可以30度 前面這個區塊可以30度的轉移 這裡 那我們現在的除蠻刷頭已經裝上去了 我們來測試看看 來看一下喔 目前沒有轉到 我要開一檔囉 一 喔 二檔 喔 吸力感覺很強勁喔 好那我們不囉嗦直接來測試看看吧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喔 現在這個V20 目前 我已經把它清空了 他裡面都是乾淨的齁 已經沒有任何的垃圾 是完全是乾淨的齁 那刷頭也是新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下這個除蠻刷頭 他的效果好不好齁 那這個床墊是三期現在目前睡了 他能床啦 已經有10幾年的時間了齁 沒有去清理過床墊 因為最近我們不是專業人士啦 也不懂得怎麼去清理床墊 只能換床包啦 那樣子的動作齁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就是先 吸我們的棉被 他是說棉被啦 枕頭啦 床墊啦 你想清潔的部分都可以去做清潔 沙發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直接啟動囉 看看他的吸力效果如何 來 喔 全轉的三竿塊 他號稱一分鐘有三千轉 他上面有那個螺旋的軟機條 在做拍打的動作齁 他會不會想像它的礙場 看起來 長老蝶 就在那邊 好啦,我們床包也是整個床墊都已經清理乾淨了 都已經吸完了 現在目前它也是沒有電了 各位看一下 它已經完全剩下一個電量了 剛剛我一路都是開二檔啦 那基本上BC20的話開二檔可以大概使用15到2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開一檔沒有那麼強的話 大約可以用25到30分鐘左右啦 一般我們的家庭打掃的話是都相當足夠 因為無限手持吸塵器能做到30分鐘 這麼長的時間它的表現已經算是還蠻不錯的 HELLO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就是 目前這個吸塵器已經 除蠻已經完成了 那看看裡面,哇,真的很髒 滿滿滿滿的 固垢 超髒的啦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看裡面到底能收集到多少的灰塵 那就是十幾年沒有清過床墊的那個人 所有吸出來的那個 這個應該算是皮屑吧 感覺像是皮屑之類的 然後哇,真的是超級噁心的啦 有夠噁心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購買這個BC20的朋友們 那就沒辦法啦 因為它純粹我們今天 是要介紹這個刷頭 跟我們本體做連動 讓它變成是一個除塵盲機 無限手持除塵盲機 如果你對這個BC20的無限手持吸塵器 有任何的問題啊 三騎在上面的資訊欄的連結 有放連結可以讓大家去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 那在底下我們的那個說明欄 三騎也會附上我們的BC20的 這一個無限手持吸塵器 它的資訊開箱影片的部分 都會介紹得很清楚 有興趣的朋友再去看看 三騎有買了HEPA濾網 那因為之前也用了一陣子 那HEPA濾網如果太髒的部分 會影響到吸力 由於我們這次要測試 我就直接把那個HEPA濾網換新的 來我們看一下HEPA濾網 那這是舊的 你按來看一下 很髒 超髒的 已經很髒了 非常非常的髒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把它換上 新的HEPA濾網 這樣就不會影響它的吸力 這樣測試起來會比較準 它上面是說建議兩個月更換一次 然後讓吸力可以比較維持 就是比較強力一點點 好了 這是新的HEPA濾網 大家看一下 新的 那我們把它裝上去囉 裝上去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本身如果你已經有買BC20的朋友 就可以花一點小錢 讓你的吸塵器直接變成是除塵蠻機 無限手持除塵蠻機 真的很酷 在網路上只要打 得爾瑪 除蠻刷頭 就可以找得到 有興趣的朋友啊 就可以去搜尋看看 買來用看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我會盡力的回覆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以及點贊 加入我的FB粉絲團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拍影片 噓 我快拍影片 對 再拍影片 噓 對對對 我快拍影片 我快拍影片 啊 斷掉了啦 在 rum 有 不 我們 Record 在 大 不是 小 對 女 成 歹 strawberries